上期视频我们聊聊劳力士 在经历的大半年下跌后 开始有了回暖的迹象 事实上百大美的英国罗也是 在780万稳定了很长时间的572A 再一次突破了90万的大关 但就这爱比皇家像树 依旧是伏半死复活的样子 尤其是50周年的即时款26240 开盘的时候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26240ST黑面 去年180万有成交 今天我们平台四十几万挂了一周 问件了都没几颗 26240ST率面 最高的时候230万 今天我们平台上是腰斩后再腰斩 4月7号61万 前两天我看平台上 一定有表价喊出了 特价58万 现货的秒发 是人是鬼都在秀 只有爱比在挨走 持续的下跌 让很多童话都起了超级的小心思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爱比 买过两三块 那也都在行情起飞之前了 等到高位我全出手了 但根据我的了解 爱比皇上树的行情 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 但你要问我 爱比皇上树未来还有起来的可能吗 我觉得还可能有 皇家上树五周年起丧 主要问题出在品牌内部 说的直白的 这是腐败衍生的VIP制度崩溃 到我们也能看到 爱比是在很记忆地处理这些问题 一点也不手软 之前因为社会问题 总部把马来西亚公司解散 仅保留门店和非常小过分的店员 店部的运营权 也是直接交给了新加坡辅助 更不用说 爱比有一群忠实度非常高的VIP 去年的崩盘 以及之前的一些事情 换成其他的牌子 绝对早就被消费者抛弃了 我是北大 皇内上树还是能起的 只不过会需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五年 也可能是十年